我叫罗叶红,今年24岁,来自于内蒙古,在北京读字考,专业式商务管理,即将毕业,曾经当过三年的运动员,三个月的销售,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能够找到一份经理助理的工作,谢谢大家。 罗叶红,大家看到她的这身打扮会多多少少有些奇怪,因为她有运动员的背景,运动健将证书,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 我参加的是柔道项目,但是为了考级,所以是比赛,是参加的摔跤比赛。 我建议她可以跟谢欣演示一下,同意,非常同意。 来,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欣。 谢欣,好好体验一下。 你呢,就是,就是大家啊,现在有一些想要表达的情绪。 对,谢欣是有尊严的男人,真的千万不要让他丢脸,要认真点,真的。 手下留情劲儿,瞧不起她。 准备。 Action! 她都属于。 你说她属于什么? 不是,她都属于躲避情。 对,躲避情。 上刚老师又一句话总结就这样。 没完呢,先先没完,这是第一种最传统的摔法。 来,谢谢。 这是基础训练的摔法。 现在,罗叶红将向我们展示一下, 健将不会只有一种摔法吗? 对。 来,第二种摔法。 Action! 真的,谢谢,赶紧跑回来,再来。 谢谢你,你把你的围机扔出来,表示认输。 你是个男人,激勾。 所以红没关系。 铁钧扔。 - 谢谢! - 谢鑫从气势上已经早就舒惨了。 - 要确实,不还虎。 - 接下来组合摔! - Action! -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大家的情绪好一些了吗 你知道我们大家想看什么吗 就谢欣来了之后 你走过去 然后你走过去 我们想看那样的 随着他摔倒的那个瞬间 那个声音 玻璃板 我怕他站不起来 不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谢欣在整个过程中 比你要女人的多 相当女人 不要再说谢欣了 谢欣不找工作 谢欣是老总 我们来说小罗的事情 这是全国体育竞赛的获奖证书 2007年全国中国式摔跤冠军赛 女子80公斤级的第一名 她是冠军 你已经有了这个证书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专业生涯继续打下去 因为我受伤了 哪里受伤 膝关节内侧时自刃带撕裂 教练说如果你再伤的话 可能要造成二级残废 这样我们是不管你的 问我还练 还是不练 教练问你这样的问题 对 那你给他的回答是 不练了 因为他不管我 我怎么样去练 那你们这个退出来之后 给不给找工作 帮不帮助找工作 之前教练答应我是要考学的 就是把拿到这个证书以后 我达到健将 可以让我免一点学费 然后上内蒙古师大 后来拿了冠军以后 天津的天津体验的教练跟我说 可以让我免学费 然后让我去那上学 我心里想 我是代表内蒙古吗 还有我的教练 所以就婉言拒绝他了 回来的时候我才知道 我的名额已经被让出去了 就是我也没有 没有能上内蒙古师大 上内蒙古师大名额 还被让出去了 对 那你去找教练说了吗 去找了 教练说是你没考上 但是我到了内蒙古师大以后 那里的老师告诉我 体工队给我的名额 是谁 我就让谁上 所以我明白了 就是可能 事情就会比较复杂了 就是心里很难受 然后离开了这个 最爱的柔道项目 其实这样的是特别伤人的 受了伤之后 本来答应了一个什么事情 结果就在那个瞬间又改变 是人生状态会被改变 还有以往对教练的信任 会荡然无存 对 对那个对的依恋会 无影无踪 其实我对师姐他们还算好 但是教练我 我不敢再去 确实因为这事买商人的 对不对 对 坚强一些 想想刚才摔现心情一样 坚强一些 你现在学的是 你现在学的是商务管理 对 但是是那种自学的 自考专业 还差几门现在 三门 就还差那三门吗 考完了就可以拿证了 对 人民大学本科证 好 现在呢 你想要找的工作叫做什么 经理助理 对 你会干嘛 除了摔经理之外 不不不 现在在打什么工 此时此刻 在一个附近台球厅当兼职 保安 保安 保安吗 女保安 不是看店 就是老板有事 然后打电话叫我过去 你看他一说的时候 那个架势 挺吓人的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一份工作 其实我觉得我的优势就在于 我放在男老板身边 和女老板身边 怎么叫你放在呢 你在男老板身边工作 怎么叫你放到 就是我带着男女老板身边工作的话 你们的另一半都会很放心 对 我觉得 很强 很明显的幽默感 也是一种沟通上面的优势 是的 我很尊重运动员 待会跟老板说一下 你这运动员的经历 怎么可以变成办公室里面的优势 第二问题 你跟教练之间刚刚的 你说过一个不是很愉快的经历 会不会导致到日后你对老板们 也会产生一种不信任 说一说 在训练这三年里吧 学会了很多东西 最直接的一种东西 就是柔道的一种道 要有这种精神 就是在任何地方 即便是输了 绝对不输人 就是气势 一定不会输给别人 还有一点就是吃苦耐劳 然后就是 无论你怎样 苛刻地要求我 我都会面带笑容地去接受 然后做到一个 您 直到您满意的那个态度 这点你能做到 能做到 好 来吧 十二位 先做一个选择 他要求的工作比较基础 就是一个助理工作 其实无所谓是经理的助理 还是哪个部门的助理 对不对 愿意从头做起 愿意 甚至于我说句难听点的话 愿意从打杂做起 可以 没问题 销售考虑吗 什么 销售考虑吗 做一个销售 客服考虑吗 说真话 导购你考虑吗 门店的导购你考虑吗 我给你个建议啊 小姑娘 你全摇头了 刚才已经要摇头了 你说那个助理职位 是个高风险职位 高风险 因为他没有方向感 你做什么就是什么 你不知道助理下一份工作是什么 所以你与其选一个根本没有轮廓的一个职业 它是任何职业的附庸 你明白吗 销售助理 别着急 导购助理 我问你 把你睁您的面孔收一收 来这样 我帮助你啊 我给你几个选择 你可以在里面挑两个 好吧 一个是助理 一个是销售 还有一个客服 还有一个刚才说到门店的导购 那是零售业 还不一样 行政 行政就办公室里面的行政 五选 助理加行政内行 助理加行政内行 来吧 12位 刚才一边让小罗去说要什么 更重要的是让他做了排他 所以如果真的被排出去的 仔细想 是让小罗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谢谢 三位 就是说一下他提供的职位 直接咱们就让小罗来选吧 好不好 职位 尹峰 行政办公室管理工作吧 就叫行政专员 行政专员 对 来小飞 我们也是这种办公室内勤行政的岗位 来 一样的 北京的行政专员 走上前去 把其中的一盏灯灭掉 谢谢你 很好 一个女同学 选择了两位女老板 非常靠谱 来 我有个建议 因为下面一个环节谈钱呢 对 对不对 你有很多优势 大家也很喜欢你 对不对 但也有一些劣势 不是最好的 劣势 也短板 在谈钱方面 我很少这么说 但是不要太过注重这环节 先进入状况 进入一个公司 我也是这样想的 先学习比较重要 OK 加油 好了 谈钱不少感情 在长刷地区的话 他的底薪应该是2000 在北京我们会把他放到2500 OK 我们对于行政内勤的工作 是2000块钱的底薪 试用期八折 我因为特别爱护小罗 我帮他问一个问题 好不好 你们两位贵公司 一定有别的行政 对不对 因为它是完全新的 我想知道 你们现在公司 有多少个行政 可以带他的 可以跟他一起 并肩作战的 帮帮他 刚开始入职的时候 谢谢您 我可能会把他培训成为 一个行政后勤服务人员 就是人力资源部会 会来培训他 因为我们每个店 都有很多员工生活 后勤服务的工作 包括所有员工的 衣食住行啊 健康症啊 保险啊 宿舍的等等 一些相关的东西啊 我觉得他适合做这个 所以他可能会跟区域 进去他们进去 他一起行店 不是 不是一个文员工作 对不对 不是文员 我觉得 这个倒是 行政后勤是比较适合于他 这倒是同意 其实 Franc Franc 我觉得不要再帮了 应该是他去适应这个职位 应该是他去适应这个职位 不是这个职位去适应他 这天我同意刘惠普 15秒的思考 小罗 然后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夜 还是Fansco 或者选择 谢谢 再见 咖啡之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